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那在這個龍元號的旁邊就有這個 真心梅圓環冰鋪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那就在這個很有名的三元號滷肉飯的旁邊 所以這個在名店的旁邊應該是很容易找到的 那剛好真小姐就在店裡 所以我們可以有幸訪問到老闆 這個這麼著名的 以前是前歌手 那這邊就有這個招牌蔬菜早午套餐的部分 因為之前這個真小姐就是經營素食的餐廳 那這邊就是所有的筆項 那用餐區是L型的 因為這個自餐區在左邊這邊 所以就是L型的 大概可以做二十幾個人吧 真小姐你好 那想要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您當初不是在南京東那邊有開素的包子店嗎 是 我之前呢就是叫法師偉 然後他全部都是做素的包子 那我在南京東那邊也開了大概兩年的時間 但是呢因為我背後有一群義工 其實大家在那裡的雞大的 然後就是 接太多單太辛苦 然後再加上我們最近的那個原物料都一直在往上漲 像比如說我們的杏仁啊 還有很多的像比如說杏鮑菇之類的 因為我們的食材要求非常的嚴格 所以原物料呢 它的取得比較不容易 有時候會斷貨啊 像我們的酸菜常常就是 到了一個季節它就會斷貨這樣 所以呢我們就乾脆就把包子 把它收起來然後我們就轉型 轉型成為冰品 所以現在目前呢 就叫做生心美圓環冰庫 是 對對對 那請問那這間店在這邊已經開多久了 我在這邊是大年初四到現在 大概兩個多月 兩個多月 所以還蠻新的 是是是 那另外想請教說 您之前從這麼當紅的歌手 為什麼會轉戰到這個餐飲業這樣 最主要是因為我有在上一個心靈課程 心靈提升的一個課程 那我的班長跟我身邊的這一群同學 大家就是希望能夠有 未來呢在老的時候呢 大家可以互相幫助 是 所以我們有這樣的一個理念 跟一個密標 從這個過程裡面去學習怎麼幫助別人 那因為我們自己本身也很喜歡幫助別人 是 所以呢我們就是 大家有一個志同道合的一個理念 那大家就想說 那我們就開一家店 然後把我們這邊的營收 然後可以當作呢 我們以後未來老的時候的一個基金 然後誰如果病痛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基金 然後來提供 因為我們這群人裡面 不是說每個人都非常的有錢 那我們希望透游這樣子的一個理念 然後可以大家互相幫助 進而呢可以去幫助 外面可能跟我們 不是在我們這個裡面的人 但是他也是需要被幫助的 那我們希望可以去幫助他 是 那想要再請問就是 那您開的這兩間 一個是餐廳是素食嗎 是 這是冰品 那是因為宗教信仰的關係 就開素食的嗎 應該是說有兩個原因啦 第一個是我自己本身不太喜歡吃肉 是 我喜歡蔬食的東西 是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呢 就是 我自己本身也是有在學徒 是 對對對 我有在就是上課這樣子 是 那我想大家都是希望說到自己的身體健康嘛 是 畢竟年紀到了 年紀到了 也不能吃太多肉這樣 所以我也希望說來我這邊吃的人 然後他可以用素食的方式 然後可以吃到很健康的 像我這邊的冰品 我們都強調不添加任何的東西 是 比如說現在外面有很多的什麼乳化劑啊 還是說安定劑還是防止劑之類的 這我們其實 我們就是完全不添加的 是 那這間店的營業時間可以請問您一下嗎 OK 這新梅圓環冰賦的營業時間 從早上的11點 然後一直到晚上的10點 那早餐呢 目前我們都還在看狀況 因為其實我們的早午餐的部分 之前呢 到現在目前可能大概還不到一個月 但是我們會就 因為最近很快快 那個夏天快要到了 是 我擔心說 哎呦冰冰如果生意很好的話 早午餐 就是會 我這邊的人員會太辛苦了 所以我有可能會把早午餐也暫時的停掉 然後就是專攻冰品 還有甜品這樣子 冰品跟甜品 謝謝 不會謝謝你 好 那就祝您在這邊這個事業順利 哈哈哈哈 也希望你們常常來吃我們的花生雪花冰 還有我們的杏仁豆腐喔 是 啊對 我跟你們講一下 我們現在媽媽節母親節 我們有做一個活動 就在母親節當天 是 真心梅會請媽媽吃冰 是 只要你帶媽媽來 或者是媽媽自己來 你只要帶媽媽來的話 只要說一句跟媽媽說 媽媽我愛你 然後我就會請媽媽來吃杏仁豆腐 這是我們最經典的口味 是 那感謝您 謝謝你 是 那另外想請問 那您每天都會在這個店裡嗎 喔我都只有假日才會到 喔假日 喔是是是 因為平常所有都在辦公室 在研發一些東西 像我們 我最近就想要研發一些 不一樣的東西 也聽 大家拭目以待 我可能最近會研發芒果 然後也會研發一些紅茶 還有我們的冰沙 像我們最近有一個 非常好喝的那個 綠豆冰沙 非常非常讚 可以推薦給大家 是 謝謝 那另外想請問 就是那您歌唱的部分 還會有 有這個看到您唱歌的部分嗎 出專輯的話 目前我是已經 就是不出專輯了 是 後面還有很多的新人 就應該要給新人一些機會 是 然後 再來呢 就是一般的外面的商演 我就是可能會比較大的場合 我才會去唱這樣子 是 因為 您的這個 歌唱部分 還有很多粉絲支持您 對啊 謝謝 對就希望說 還有機會能夠看到您唱歌 當然沒問題 謝謝你們喔 謝謝 謝謝大叔 謝謝 謝謝曾小姐 好那我就跟這個 曾小姐點這個 最招牌的杏仁豆腐冰 我們冰的日子都有 是 大叔想要吃冰的 謝謝 好那這邊就可以看到 有這個製作餐點的部分 不過曾小姐講說 可能會暫時會停止喔 因為這個夏季冰 冰品聲音會比較好的關係 算是這個冰品的高級 高級版的喔 那今天就是很幸運 有緣份可以遇到曾小姐了 哈哈哈 我也感到很榮幸 艾斯 謝謝 好謝謝 好那這邊就是有杏仁茶的部分 還有一些素食的部分喔 那如果有這個修行的朋友 你就可以很專 很放心的來使用喔 然後還有豆皮 素額片 純釀手工豆干 迷你咕咕包 韓式泡菜包 迷你芝麻包 好這些之前那間店經典的東西這邊都有喔 只是我來不及去拍 好那剛剛就有聽到這個曾小姐 她是非常用心的 然後她的義工也非常 發心的來維持這間店喔 那我們就來喝喝看她們的這個招牌 好看起來就是一個很濃郁的狀況喔 杏仁 手工杏仁豆腐 杏仁湯底 好那整個店就是一個懷舊風的感覺 很好吃喔 好那這個杏仁豆腐就是QQ的喔 然後 有這個杏仁的味道非常的濃郁 很好吃喔 然後這個湯很濃郁喔 但是她這個杏仁是一個很清香的味道 很好吃喔 然後這個湯很濃郁喔 但是她這個杏仁是一個很清香的味道 好那用手按好了 就是這樣很端悠端悠的狀況喔 很好吃 然後就推薦朋友來吃吃看喔 這個各位朋友來吃吃看 是 是一個很清香的狀況 然後我覺得分數有95分喔 她就是一個很單純的美味這樣子 很好吃 然後如果加熱的話就也許可以碰到真小姐喔 很好吃 個人十分推薦喔 很棒 好這樣應該看得很清楚了喔 那今天跟這個真小姐碰到也是個緣分喔 沒有跟她約的喔 就這樣子 偶然間碰到了 好那這個湯就很清香喔 就很推薦給朋友來吃 很棒 非常棒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我再加一份那個銀耳桂圓蓮子湯 好啊 謝謝 銀耳桂圓蓮子熱的嗎 啊冰的 你要冰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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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就是在這個櫃台這邊買單喔 好那就是這個真小姐親自幫我做很榮幸喔 好 好那個銀耳好像不好處理喔 銀耳好像不好處理喔 蓮子也是不好處理 喔不好怎麼樣 不好處理對不對 對 非常不好處理 因為我們的蓮子 都還要挖中間的那顆 新喔 對對對 謝謝 好那現場的話看起來就是很乾淨喔 對啊 好那這個真小姐親自幫我做喔 哈哈 好那店內的牆上就有這個真小姐大大的在唱歌的時候的海報 好那現在就好了 感謝 不會喔 謝謝 謝謝 好那這個就是 銀耳桂花蓮子湯 好那現在就試試看喔 好看起來就蠻不錯的 嗯 就非常的滑口喔 總之就是一個很天然風的感覺 吃起來就是蠻舒服的 軟綿綿軟綿綿 然後還有點這個銀耳的這個Q度 然後還有點黏稠的口感喔 就是蠻新鮮的 再來這個是蓮子 嗯 好吃 蓮子就是很紮實喔 然後很清香 然後很綿密的口感 然後不會有一絲苦味喔 很好吃 很好吃 好就用料都很實在喔 好那桂圓就很清甜喔 好那桂圓就很清甜喔 桂圓乾吧 好那總之用料都很實在喔 然後加上有機會可以看到曾小姐喔 都不知道是要加熱的時候喔 好那個人覺得這個甜湯的部分是90分 蠻好吃的喔 料很實在 好吃 好個人很推薦喔 很棒 現在應該看得很清楚了喔 應該不會看不清楚 都照得很仔細了喔 好如果這個國外的朋友 或者你是大陸的朋友喔 雖然我沒有遵循你海盜版的發行喔 那你們有來台灣玩的話 就可以到這個 曾小姐的店裡來品嘗看看喔 然後用料都很實在 很好吃 就是一個很實在的感覺喔 實在好吃 好這樣 因為這間店沒有名片 所以就是用裡面的點菜菜單來拍攝 就叫做真心美圓環冰鋪 好地址就在台北市重慶北路二段十三號 就在這個 三圓號跟 另外一間這個很有名的滷肉飯的中間 中間喔 兩個老店中間的地方 算是 很好找 你只要有來吃這個滷肉飯的話 你就會看到這一間店喔 然後在加熱就有機會看到曾小姐本人 有機會啦 不一定 絕對會看得到 好那各位有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 好那 這個曾小姐 結束讓這個店裡客人就是充滿了驚喜啊 好掰掰